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非洲旅游 说到非洲 我们可能想到很多非洲人宰歌宰舞啊 然后我认识一个北京女人 她嫁到了非洲 然后在那生活了22年 到底她在这个22年里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还有我来一个问题就是 嫁到非洲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好 谢谢妮卡给我们带来的北京客头条报告 刚才妮卡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先问问你自己吧 如果说让你在那生活过日子几十年 你愿意吗 可以的 我觉得非洲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 但是生活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可能大部分人对非洲的了解都比较的片面 然后都了解的不太多 而且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嘉宾呢 她更特别 她是在二十多年前到了非洲 开始在那边的生活 那时候可能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就更少了 但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她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那么远 去到另外一个大洲上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她一起请出来 有请北京姑娘王力宏还有她的几个孩子 有请几位 孩子 一段推轮出来 欢迎力宏姐 太多了 大家带口的 欢迎 这位呢就是力宏姐 然后其他几位呢都是您的孩子 那我们根据年龄顺序让他们从年长的开始一个一个的介绍一下吧 我是家里的大宝宝 大宝宝 那谁是二宝宝 我是 但是我不叫宝宝 你叫什么 叫贝贝 今年多大了 今天二十岁 二十岁 那这位就是三宝宝 我叫王辉美 平时妈妈和爸爸在家里对你会有昵称吗 他们就叫我纳姆 纳姆 欢迎你 那最后要认识的这一个应该是家里的老妖了吧 家这是什么 那最小的 来你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特纪 你有中文名字吗 有 中文名字叫什么 王女兮 今年几岁了呢 我今天六岁了 今天六岁了 好可爱啊 今天是不是有谁没来啊 爸爸 爸爸 那爸爸去哪里了 他在乌干岛 哦 他在老家没来 你的表情怎么突然变得特别的哀伤 是就想爸爸了 嗯 嗯 那我们待会儿来好好地聊聊好不好 聊聊半吧 好 王力宏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 今年已经是她嫁到非洲的第21个年头了 如今她与丈夫苏玛拥有了四个孩子 她与丈夫苏玛相识于1990年 当时的王力宏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 而苏玛则是清华大学的留学生 非洲男孩苏玛的热情大方打动了王力宏 两人很快便相恋了 然而这场恋情却遭到了王力宏父母的强烈反对 那个提亲的时候我妈妈哭 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哭 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能不哭 当时妈妈真的是砸我的那个 她舍不得撕我的东西啊 她就拿东西就去砸我的笔记本和照片呢 就是她又不舍得撕 她知道撕我会伤心啊或者是什么 但是她去打那个照片呢 就发泄她的那种就是很不满 她就不能够就是那样去理解我 但是妈妈还是被爸爸还是说服了一下 爸爸还是说了幸福在她自己的手里 她说孩子嘛 那个她就给妈妈举了个例子 就说有一个朋友呢 他们的朋友 也是因为反对儿女的婚姻 到时候闹成呢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他说你要是不想失去你的女儿 最好呢就是说她如果认为对的 还是让她去尝试吧 之前经过了那么多的反对 然后妈妈是什么时候真正接受苏玛的 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大女儿 我大女儿很争气啊 就是宝宝 其实我大女儿的来临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因为那个时候姐姐有孩子 但是姐姐呢是那个已经移居到日本 嗯 所以呢我们家是没有小孩 宝宝就那时候成为我家长第一个小孩了 就在北京呢 嗯 当时宝宝一出生的时候 我妈妈好像就把我给忘记了 我和苏玛就成空气人了 都是宝宝宝宝宝宝 对所以去哪里头呢都是我妈妈带着宝宝 可以说吧 填补了妈妈觉得失去女儿一样的 主要是注意力完全不会放在你们身上了 对 宝宝呢跟他爸爸的感情也特别的深 爸爸先回去了 他说先回去安排好你们再过来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中国待了一段时间 宝宝呢有一次在看电视 正好有一个非洲总统来访华 宝宝就见着电视就喊 那是我爸爸 后来那个 他真的就说爸爸爸爸在那儿 就说那是爸爸 其实我妈妈就是觉得比较心酸 其实他那个时候特别想把宝宝留在北京 让我自己过去 他说那是你选择的生活 你自己去 你把宝宝留下 女儿可以不要 但是外孙女儿一定要留下 但是苏玛又说那是我的宝贝不能留 她说你一定帮我带过来 就这样的 我妈妈还是最后嘛还是释怀了 还是说好吧你还是一家人团圆 就这样子也放我们都飞到非洲了 那宝宝 就小的时候的事你现在还记得吗 还有一点点的可以记得 姥姥第一次来非洲的时候 那是纳姆干出生的时候吧 对 觉得也挺好的 姥姥非常开心 有纳姆这里 1996年 结婚三年的王力宏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宝宝 来到了乌干达 与丈夫苏玛团聚 并从此扎根于此 这里呢 是我到达乌干达第一个居住的地方 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一个阳台孩子在这个地方玩 这个地方是现在变成了居住室 过去是我们的 就我在这儿做饭 这个是我们的佣人住的地方 那是我的卧室 就是这里总是要卧室的 但是没有玻璃 它是我们家苏玛 是用塑料布把那个房子给 把那个窗给堵住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厕所 这是洗澡店 几步没有任何改变 我都已经开了20年了 除了住宿之外 做饭也成为了王力宏的一大难题 在我刚才第一顿饭呢 做的是鸡 当时把鸡都买回来 那时候我看着鸡 鸡看着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拿那个刀呢 隔了好几遍 那个皮都没破 算了 还是跑到电话 妈妈 我这个鸡该怎么办呢 妈妈就告诉我 那只鸡你不用切了 有锅没有 有 把那个鸡放在水里头 弄上水 有姜没有 有 有盐没有 有 行了 姜切成大块 盐撒一把 盖上锅盖 弄上水 放上吧 睡觉去 睡醒了 那个鸡就熟了 你行 那次吧 还真睡着了 好吗 等着我再去 等我这一觉睡醒了 再去拿那个鸡肉的时候 一滴了 吓我一跳 滴了一根骨头出来 肉全都散在锅里了 哎呀 这怎么吃 好吗 宝宝还想啊 我就 宝宝 我说妈妈 这也吵不了了 那点酱油一大 咱俩站着吃了 我就和宝宝 他这么吃了这个 非洲白斩鸡 这就是我的第一道菜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王力宏刚刚到达乌干达的时候 还经历了哪些好玩的故事呢 那您就当时决定要去非洲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可以跟你说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呀 也没有东西可查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要是想那么多 有可能我就不去了 刚开始到乌干达的时候 我发现一会儿停电了 哎 怎么停电了 一会儿还有的再过几天 又没有水了 又停水了 我说哎呀 还要停水 结果很多东西我就跟 我很傻 都没遇到过 对 我还问宋玛 你们这不是从你爸爸妈妈的 那个工资单里的 扣除水费和电费吗 我还用中国的方式去思维 那个乌干达 后来我慢慢就发现了 那是不对的 要改变思维的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 因为老是没水没电 也造就了我 没水没电 我照样能活下去的 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苏法家里人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形 其实我到了乌干达 并不是马上就去见他的在农村的家人 我是过了一段时间 等一直到了那个贝贝出生 然后贝贝出生以后呢 我们一起去见那个他们的那个农村的族人 去的时候呢 就是闹了不少的笑话 首先呢 就是先介绍的是妈妈 您的婆婆 我的婆婆 这个叫妈妈 妈妈 这个叫妈妈 妈妈 这个叫妈妈 妈妈 后来我就 这么多 叫叫叫叫叫一圈的妈妈 我都要晕了 我说这么多妈妈 我就问苏马 我说是不是这儿的礼节 见着女人都叫妈妈呀 我就这样问他 他说不不不 那都是我爸的老婆 哦 对在那边是可以一步多地的 对 那个时候我问他爸爸有多少孩子 已经那个四十五个左右吧 左右 哦 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有四十五个 对 您的老公是有一个老婆吗 哦 对 你会不会 有没有担心过呀 那个吧 是老一辈的 其实年轻的一代已经都改变了 所以你看我不用担心 就一个 你当时见他们的时候 有没有感受到 跟家里的几个婆婆打招呼 和跟这个公公 他这个礼节什么的都要不一样 有有不一样的 要返回来再去说呢 就是说 那个 那个婆婆这样见面了哈 公公是必须要有一定距离的 跟妈妈见面距离可以比较近 跟公公必须要有距离 而对我来说 还还还比较觉得应该亲切一点哈 嗯 还想去握个手 把我公公快吓晕倒了 啊 啊 哈哈哈 我好运 这是王丽红一家时隔六年再一次回到这里 也是小女儿塔吉的头一回造访 苏玛的爸爸带着家人热情的迎接了他们 这让王丽红想起了十多年前第一次回老家的情景 对不起我又忘了礼节了 按着风俗来说 那爸爸呢 必须要有特别远的距离 打一声招呼 你呢 还挺热情的上去想给个拥抱 又一握手呢 把人吓得差点走翻了 所以呢 那个苏玛这一把把我拉回来 别跟爸爸握手 那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 其他人可以握手 爸爸不允许 在观看节目的同事也要提醒各位注意屏幕左下角的提示 当出现摇一摇口号的时候 请大家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电视 即使摇动您的手机就有惊喜好礼 等您来拿 刚才跟苏玛站得比较近的那一个 应该是她的爸爸 您的公公 我犯这种错误 N次我没有脑子 我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 那个时候还没有换过来 就在这 我就觉得都是一家人应该很亲近的 那个你看我们要是在中国 那应该是很近了 都打算一家人了 这个是不可以 您总结了一下在那边的生活 就是男人一把刀 女人一块布 你说这个也对您来说是特别有魅力的一件事 这个什么意思呢 男人一把刀 这是我丈夫给我解释 他就跟我说 我们小的时候 他说我的爸爸会让我去放牛 放羊 到很远的地方 你怎么吃中午饭 你要那个自己有一把刀 男孩子 他们要上树 上树有波罗蜜 直接带刀去 饿了以后就 自己砍了 砍果子 砍果子吃了 其实是生存的能力 对 那女人的那块布是指的什么能力呢 女人的这一块布也是非常重要 今天还随身带着呢 对 给我们看一下 好 就是这样的一块布 女人出去在自己的包里头 一定要带一块 随身携带的 其实我有时候问他们 为什么你要随身带这一块 下雨了 马上就可以当 就这样子 你虽然说不能够挡 但是也起码挡住一部分的雨 你快点跑到一个地方 在非洲女人生孩子 有的时候是预产期 不会像我们说 预产期你在家里待着 他们还要继续的 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有几个女人都有这个 马上就可以围起来 这个女人就可以马上生孩子 临时的一个病房 一个产房 尤其是在农村 还用衣服弄呢 对 还可以拿着到衣服 其实也就是说 在那边的生活方式 它是非常简单和单纯的 在非洲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让毛利红慢慢的开始喜欢上了非洲 多年的一厢生活 她早已将非洲当成了第二故乡 一花二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他们已经是拥有六口之家的大家庭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也给王力红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每个孩子都有着不同的性格 大女儿宝宝性格外向 那老二贝贝又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我们这是个暖男 那小偷一听就跑掉了 他真的就是这样 他永远不会急 就是那样 高端数 有一次晚上有一点点晚了 天已经黑了 宝宝去送他的朋友去车站 他自己在前头说话 后来我就开车 从后面走 我就发现我们家贝贝 在香格很远的地方 在后面跟着 我说贝贝 你出来干什么 天都黑了 宝宝去送他的朋友去车站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宝宝 一起走近一点 他说宝宝 他们女孩子有自己的话要说 他就考虑的好周到 他又是担心姐姐 送完朋友回来 他再陪姐姐一起回来 你最感觉在家里 平时跟几个姐姐妹妹相处的时候 我知道宝宝是老大 所以我们都听宝宝的 家常是以宝宝为中心 宝宝来指挥你们 对 王力宏和他的丈夫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创办了一所当地 唯一开授中文课的中学 纳姆是他和苏玛的第三个孩子 现在在由他创办的 鲁杨子中学就读 纳姆和其他16位同学 因在考试中相互传递纸条 而被老师处罚 他们必须到全校每一个班级 承认错误 并展示这样的纸条 然而 纳姆和同学们散漫的态度 激怒了老师 他们受到了更严厉的处罚 此时的纳姆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么严嘛 看着自己的孩子受惩罚 我也很痛 但是也必须要严格 对待孩子这方面 而且我一是不允许 就是孩子说谎 考试的时候是要严肃的 从丽红姐的话里面 可以感觉到 她对每一个孩子都倾注了 很多的心血 也都非常爱 但其实刚才应该是宝宝吧 她提到了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厂商的人来说 也挺陌生的 这个孩子呢 对于丽红姐来说 可能是她一生的一个遗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片 来了解一下情况 法黑地是王丽红和苏玛 2007年生下的第四个孩子 不料在她仅有一岁零一个月时 被一场立即夺去了生命 而对于王丽红夫妇来说 失去幼小的骨肉 犹如晴天霹雳 这也是本来幸福安宁的家 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 法黑地下葬以后呢 六年 我没有勇气去面对 她儿子当然也是没有机会了 从她出生一直到这次 我们一起返回到了农村 去给老爷爷 苏玛的妈妈 还有法黑地去扫墓 她是我爸 我知道 还有他们都是 所以我的学习我的弟弟 可是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我进去的时候 去到了坟前的时候 看到法黑地的坟 小小的躺在那 还是忍不住掉泪了 但是给儿子去洗墓 给婆婆去洗墓的时候 我看到小踏地 站在他爸爸的面前 而且是阳光直射着他们 他的那种安定 出乎我的意料 反而是我的小踏地给了我勇气 我的眼泪在那时候 一下子就是没了 我觉得我的小家伙 如果真的勇敢地在面对着这一切 所以我那时候 我有一种勇气 还是要面对一切 这都是自然规律 我们不可避逃避的 我们就面对吧 应该如果他现在还在世的话 应该算是您的第几个孩子 第四个孩子 其实这个是我的第五个 第四个孩子是2007年出生 2008年就走了 小孩子在一岁一个月的时候 就突然走了 可是他 我们每天早晨上班晚上回来 小孩子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玩 我也没有发现他的身体有高伤 因为有的时候阿姨给他喝一些 那个就是药 就是那个降温的 阿姨觉得只是发烧 对阿姨并不懂 那个是杀伤力很强的一个病 他走的前一天晚上 还跟我在一起 跟我一起玩 但是我那时候好困 我就跟他说 说儿子妈妈好困 我要睡觉 明天跟你玩好吗 他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他从来没有那样子的 恋恋不舍的 我不知道是明明之音 还是什么 有一种东西 他就回头 阿姨抱着他上楼 他就喊 妈妈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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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喊着上的楼 我当时就好困 我就回我自己的卧室 但是那一幕 我永远忘不了 就是他好像知道 自己要走了一样的 阿姨说起来 是比较心酸 因为那个小孩 真的很可爱 给我们带来 特别多的欢乐 那时候我跟梁子姐也说过 我说我的生命中的一部分 已经埋葬在了非洲了 我的血 我的肉 已经融入到这片土地上了 所以我会更爱这片土地 也会为他做一个更多实际 由于儿子的不幸夭折 王力宏下决心为非洲医疗 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仅在鲁阳子中学建立完备的医务室 还捐助了一个专为孕妇准备的医疗中心 看到自己捐助的医疗器械 都有了用武之地 王力宏感到很欣慰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让他有些目瞪口呆 这个生完孩子就走过来了 这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生孩子 是真的炸的女孩子 他们真的很壮呢 怎么他们生孩子这么简单呢 而且他的那个脸很好看 我怎么看这里的女人生孩子这么容易啊 对我来说呢 为什么我也乐多于此 其他的东西我也不是 因为我毕竟是生过很多孩子的妈妈 我也是在这方面吧 我对这些妈妈有一种 无形的那种同情 我也觉得我应该给他们做得更好 给他们更好的条件 只要能够在这能够做到 努力给他做得最好 2009年刚刚从丧子之痛的阴霾中走出来的王力宏 意外地迎来了一名新的家庭成员 塔吉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久违的欢乐 全家上下对这个乖巧的小女儿宠爱有加 其实在塔吉两岁的时候 有一次宝宝回家 跟我哭 那个哭 哭着都快要哭了 跟我说 妈妈 塔吉太淘气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都要哭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出去带他去买充值卡 所以说姐姐抱着他 到了那儿 那天正好呢 有一个店员就跟他跟姐姐说 哇 你的小baby so cute 太可爱了 宝宝刚要解释说 这是他的baby sister 说想跟人家解释 他就蹭着姐姐 妈咪 妈咪 给我淘气啊 所以那人宝宝说 妈妈 我怎么办 解释不清了 他说我没法解释 我说你说一句 她是你妹妹 妈妈怎么解释 算了 不说了 就这样就走了 那塔吉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塔吉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做的事啊 平时 跳舞 喜欢跳舞啊 那喜欢跳什么舞 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今天放一段音乐 你给我们跳一下好不好 好 可以啊 干脆 来 开心的跳舞 来 站一圈 怎么你啊 姐姐跳得真好 嗯 好棒 她平时也是这么不切场吗 不切场 她这一点吧 很有意思 她每次到上台去跳舞的时候 我先溜一圈 妈妈在不在 哦 你在那了 只要看到我在那 我就是空气了 她就不会再看我了 有的时候 我说呀跳真好 我还比较兴高惨烈呢 事不见 这好像我就是空气一样了 不淡定 嗯 那要您不在呢 不在呢 好像会哭哎 这是幼儿园毕业汇报演出的日子 每个孩子都要表演精彩的节目 塔吉也不例外 但是这次王里红 由于工作忙 没能到现场看她的表演 她急着难过地哭了起来 因为妈妈没有来啊 虽然说孩子有哭有闹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 王里红对这四个孩子深沉的爱 也正是因为这四个孩子 才让王里红的心深深地扎根在非洲乌干达的这片土地上 提醒各位观众 如果您对今天丽红姐讲的故事感兴趣 您可以关注北京客在微信的公众号 btv北京客来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丽红姐和四个孩子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非洲的故事 今天我觉得在节目最后 因为非洲人都很喜欢唱歌跳舞 我们也以一种非常非洲的方式来结束本期的北京客 一起来 她就好好的 你要让我抓这条来啊 应该你要 真的是在欢快的歌舞当中 才能更体会到非常快乐的一种生活状态 那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北京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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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加给一个非洲男人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非洲女人最主要 落叶归进的这种比较重吧 考虑一下 嗯哼 考虑一下 你会跟她一起飞工吗 如果感情到累了 我就会感情到累了 这个 你会娶一个非洲女人当老婆 暂时没有弄想法